家里的燃机灶打不着火怎么办 先不要着急 今天教大家一招 不用花一分钱就能把它给修好 首先看一下这台 我们先打火看一下 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 像这情况一般都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燃烟到中间有个小火盖 我们首先先检查一下小火盖有没有问题 把它先拿下来 看一下上面这些小眼有没有堵住 如果它堵住了以后呢 它就会出现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 这是第一种情况 看这个呢是并没有堵住 如果堵住了以后呢 就需要用个铁丝把它给捅开就行了 没有堵住我们就把它先放上去 然后呢出现这种松手就灭的情况呢 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当这个火打着以后 火苗如果烧不到上面的这个感应阵以后 然后呢它也会出现就是保护的状态 然后呢就会直接就会灭掉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先调整一下中间这个小盖 让中间让小盖上面这个眼呢对准这个感应阵 然后再打火测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的情况下 那就说明是这个感应阵的问题了 其实呢也并不是说这个感应阵坏掉了 所以呢我们啊不用更换 只要简单的给它处理一下就能修好 这个解决方法呢非常简单 首先呢就是我们找一支笔 然后呢先把里边这个笔芯给它拽掉 我们只留下这一支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需要用到一块刷纸 然后把它剪掉剪下来一块 OK剪这么多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给它折叠一下 给它卷成一个桶状之后 然后呢把它塞在这支笔里面 笔筒里面塞里面 塞的挺紧 然后呢多于这一部分呢就不用它了 可以把它剪掉 OK我们看一下 现在弄成这样就可以了 用它就可以来修复这个感应阵了 把这个插上去以后旋转几下 先把这个小盖拿掉 然后呢放进去 就这样一直来回的旋转 把它多来几下 大概来个五六十下 经过这样处理好以后 这个感应阵呢就可以修复了 所以说出现这种问题呢 并不是说感应阵坏掉了 我们并不需要更换感应阵 可以多来几下 弄得越干净 这个到时候就越好用 处理完后咱们看一下 非常的亮是吧 然后呢把这个小盖再放上 打火来试一下 看一下松手也没有问题了是吧 轻轻松松就修好了 不懂的朋友记得收藏一下视频 以防备用